前方路口摩托车违规左转 直行的连结车根本杀不住 摩托车车壳瞬间四分五裂 另一个角度摩托车撞上连结车 就像是鸡蛋碰石头 人车喷飞 连结车重心不稳 甚至差点翻覆 车斗上的铁条坠地 摩擦出一阵火花 21岁摩托车骑士送上救护车 一是模糊 一路上CPR急救 他撞上连结车当场喷飞 送医后依然不至 重为现场实习兵快速道路 平面路段与天祥接口 当时21岁骑士 从对象绿灯违规左转 撞上了直行连结车 因此丢了性命 警方说死者就读新竹一所大学 他到健身房打工 凌晨下班发生车祸 半连结车为闪避机车向右击闪 所载的铁条均抛摔在路边 林姓男子受伤送医 双方驾驶均无酒精反应 造势的连结车驾驶 没有酒驾 绿灯执行 撞上违规左转摩托车 傻车不及 21岁年轻生命 画下句点 记者彭志明 韩志清雯彭心 南投报导 蔡政府 关中天 言论自由已死 新闻自由已死 请立刻 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中天电视 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